上個禮拜主要是針對這個課程做一個說明 然後展示一些資料 其實我們這個課程主要是希望說 能夠第一個快速的把網路上的資料 快速的爬取下來 那爬資料不是說只有用那個python python雖然是做得到絕對沒問題 可是python的話變成你每一個地方都要寫程式 也就是說你寫的程式的量相對會比較多 那當然eSale的話本身也有提供一些抓取資料的方法 那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簡單 但如果你要寫程式寫的像python一樣複雜的程式也沒問題 所以呢我們會做一些 當然會做一些有時間的話我們可以做一些比較 那當然為什麼你想說那python雖然做得到為什麼要用eSale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其實工作裡面就是用eSale 那你還要再多一個python爬資料之後再用eSale來開 那感覺上好像有點費兩次工啦 所以呢如果假設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話 那倒不如直接就在eSale完成 那我試了很多方法 我發現其實大部分工作 兩者之間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異 你說可能效能會比較差一點點 可是因為現在電腦RAM都夠大 所以跑起來好像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除非你的電腦是比較老舊的 跑不太動那當然就另當別論 不過我試了一下應該都ok 像我們這邊的電腦好像RAM都插到 記憶體都插到32區了 有沒有 那所以其實跑起來好像也都沒有太大 因為以前我發現eSale大家比較詬病的 就是跑一跑會盪掉 或者畫面變白 但是現在好像就這個問題 好像慢慢就不太發生了 我覺得主要原因應該跟那個記憶體 那個RAM變大也蠻有關係的 因為像我大概20幾年前用eSale的時候 那時候記憶體大概才8MB 有沒有不知道你們用過那個時代 那Windows大概Windows3.1的時候吧 Windows95的時候 那當然RAM這麼小 像eSale這種圖形化的工具 自然一定會不升負荷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的RAM 隨便都至少 哇 隨便8 現在就32G了 如果8G的話 等於跟8Mb的話 等於是1024倍 差不多1000倍好了 哇1000倍 那如果是32G的話 那等於是4000倍的機體容量了 那當然相對跑起來應該相對比較沒問題 那所以呢 今天的話我們要直接來看一下 當然 這邊的話 很多同學做一些跟生活比較有關係的 比如說跟UBI 或者是跟人口密度等等的 然後我這邊有才會做一個比較 就是那個Python跟VBA的相關比較 那其實比較下來 Python有點像吃自助餐一樣 變成說你很多事情你要自己來 那如果沒有就沒有了 那VBA有點像是那個餐廳 很多是服務生已經幫你弄好了 所以其實 第一個 如果你Python的話呢 你光要開環境 你就要自己安裝 當然我上課我是有弄個懶人包啦 不過如果你沒有懶人包的話 你還是要去裝 比如說最簡單當然要裝那個Anaconda Anaconda裝起來就好幾GB了 哇也是一大堆 OK 那可是VBA的話呢 基本上只要你Office打開 有沒有 Office打開之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寫程式非常簡單 上面有個箭頭嘛 其他命令嘛 那你就只要把自訂功能區裡面那個開發人員 有沒有 開發人員打勾嘛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你VBA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有沒有 V2B就出來了 OK 你就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模組裡面 其實概念也蠻像的啦 那個Python也是寫在模組裡面 其實也沒太大差別 只是說呢 在Excel裡面呢 它相對的就比較不需要特別做很多事情 因為人家已經都幫你弄好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目前來看喔 這個Excel的市佔率喔 發現我最近又查了一下喔 在台灣喔 那個Excel的市佔率喔 居然高達95%耶 也就是你Office軟體喔 在辦公室運用喔 它佔比 雖然它要付費耶 可是喔 居然有這麼多 我在想說應該是台灣中小企業吧 如果你用Python 或者你用的是自由軟體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自由軟體發生問題 你必須要有人去維護耶 那變成說你如果要有人去維護的話 反而可能要花更多錢 找一個專門的人員去維護 這些相關的系統 不然的話發生事情誰要處理 所以到底有沒有比較佔優勢喔 我覺得倒也不完全 所以你說自由軟體 雖然免費 剛開始是免費 可是後面出問題的話 誰要負責呢 那如果你今天是付費軟體 比如像那個 微軟的Office 欸 每個月 每年啦 像現在Office 365 如果是家用版 一個人一年要一千多塊吧 而且每一年都要付啦 可是問題雖然你每一年 可是有時候有點像付保險 你要不要保險 對 的概念 那你付一下保險 我覺得好像使用者付費 倒也是可以接受啦 所以以這樣的趨勢來 因為最早當然大家覺得 自由軟體很棒耶 不用花錢 可是還慢慢發現 那如果出問題 誰要負責 找不到人耶 OK 而且喔 那個微軟的Office 它發行到現在 總共已經多少 不知道各位知道多少年嗎 它最早發行的時候是1991年耶 1991年喔 而且是在那個蘋果電腦上面發表 Office的那個 Office 1.0喔 OK 是在蘋果的電腦 隔年才是Windows 所以發表到現在已經三十幾年耶 三十幾年還有這麼多人用耶 而且你會發現利久不衰耶 這滿厲害的 我覺得一個軟體可以 三十幾年喔 它一直都是熱門的 這滿厲害的喔 OK 但是Python的話 熱門倒也 我覺得也大概這幾年吧 好像 你說它能夠夯多久 大概也不敢保證 因為 像以Java來看有沒有 Java也大概十年前 突然夯起來 它夯了五年 大概多一點 然後又剛好是那個Andjoy 就是那個Google 手機的App 剛好用Java 所以它又夯起來 但沒多久 其實現在好像用的人越來越少了 但還是有人用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嘛 OK 所以相關的東西啦 其他 當然如果說你將來要做樞紐分析啦 各位應該有用過樞紐分析表有沒有 其實不太需要寫太多程式 就可以把一個東西做一些基本的統計分析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要做統計分析喔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 一個Module 它叫Pandas 這個Pandas 全部都要寫程式 難易度比起來的話 那真的是十萬八千里 OK 那圖表的話呢 當然如果在Excel更簡單 插入圖表 你選一選 然後資料給它 它馬上就畫出來了 那可是如果在Python 哇 那又不得了了 你要用這個MathPyLab 你要寫很多程式 OK 它就沒有圖形化工具 那你說 老師那樞紐分析表跟圖表 都要用滑鼠鍵盤 那可不可以寫程式 可以 你其實喔 可以再把它改寫成VBA 所以進可攻退可攻 你要圖形化 OK 你要寫程式 也OK 那你說老師那 可是有些程式 我不會寫怎麼辦 其實喔 我覺得喔 Excel有提供一個滿輪性化 就是有些程式不會寫喔 其實喔 你是可以用錄製去 產生你要的程式嘛 然後呢 再用VBA去做修改 所以其實我覺得相較之下啦 你說到底哪個簡單 其實比起來喔 應該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只是說 因為喔 Python有個優點 就是不用錢 這個應該是完勝 沒辦法比較的 可是其他的 到底有沒有那麼好用啊 那當然就另當別論了 但我不是說我今天只能選一個 其實他們兩者之間可以互相協同應用的 不是說你只能選其一喔 我覺得最好的策略是 兩個一起用啦 OK 那其他這個我想各位可以 自己結長補短 稍微應用一下啦 OK 那再來的話 今天我們要開始喔 就進入我們課程 然後呢 我們首先呢 會先找一個範例來練習 那練習的話呢 主要就是 當然 我們這個課程嘛 第一個 抓資料 怎麼樣喔 可以把它爬下來 那爬下來當然 如果你用Python也可以 只是 程式其實還蠻複雜的 但是在椅子友裡面 有沒有簡單一點的喔 主要我跟各位講喔 分享一些比較簡單的程式嘛 然後雲端上 我會把那個程式都貼在上面 我是覺得啦 因為大部分同學應該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記那麼多程式嘛 所以我的策略是這樣喔 我會把我寫好的程式喔 放在雲端上面 然後呢 給各位當範本 然後呢 你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OK 哪些地方可以用 哪些地方不能用 你至少知道這些 應該我覺得比較強啦 因為 每個同學都要徹底 每個從頭寫這個程式喔 其實相當辛苦的 OK 然後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要開始呢 來針對喔 也許資料部分的話 我覺得那個政府開放資料 其實還蠻好用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用了政府開放資料 那請各位喔 先找一個 我覺得上禮拜有提到一個範例啦 台北市到底 住宅的竊盜案件喔 到底有增加還變減少 到底台北市的治安喔 在科幣這八年喔 是變好還變不好 OK喔 那當然我們客觀 我並沒有任何的政治立場 我只是說 針對台北市政府給的開放資料喔 所以第一個喔 請各位喔 待會兒先找一下啦 因為上禮拜有跟各位講一下那個 第一個你先找那個 關鍵字就開放資料 Google查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這邊有個政府開放平台 那進來的話你就Google 你去搜尋一下 那個關鍵字的話就打什麼 打竊盜吧 或者你打住宅竊盜也可以啦 反正我 我們主要是針對那個 就是住宅相關的竊盜案件好了 比如說住宅竊盜 那理論上應該會有 全台灣的這個 相關的住宅竊盜的相關資料 不過很奇怪 它這搜尋引擎好像沒有很好耶 第一個居然出現的是汽車 第二個是自行車 第三個才是住宅 OK喔 另外的話你也可以順便比較一下 到底全六都啦 我發現好像六都以外 好像那個資料都 住宅竊盜的資料 不是說每個縣市都有開放 其實如果每個縣市都有開放的話 那就馬上可以比較的出來喔 是不是說新北也有 然後桃園也有 台中也有 每個六都先比較看看 哇馬上就一比就知道了 那到底這八年呢 它主政之下 卸到案件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怎麼知道 你知道上面有嘛 反正你有報案就有紀錄嘛 要有紀錄的話 看每一年Total的比數 哪一年是最多的 那這個趨勢是越來越多還是越少 其實畫個圖就知道了嘛 只是說呢 它只是給我們這個資料 所以我們就把它點下去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跳出來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開放資料主要分成有三類為主 第一種是CSV 那這個CSV的話 這個C是Comma Comma是豆點 那S的話是分割啦 V應該是什麼 Value還是什麼 就是說它這種格式的話呢 就是用豆點去開的一個資料格式 那所以我們把它下載一下 這邊把它點下去 然後打開一下 當然它這邊上面會敘述一下 這個資料的話總共有六個欄位 包含編號 案類 然後發生日期 時段 發生地點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 到底這個資料呢 到底治安狀況如何的話 那你先把它點下去 旁邊它有檢視資料 你們可以點開看看 它其實也會提供給你網址 那這個網址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給你爬蟲用的 然後並且它這上面有一些敘述 比如說編碼方式是BIG5 或者是UTF8 那上一半跟各位講過 會有亂碼的問題 主要是因為 非微軟陣營都用UTF8 但是微軟就用BIG5 後來我有講嘛 它又改了 因為新的版本改了UTF 但是它就是不要用UTF8 它就用UTF16 所以永遠都會有亂碼問題 所以你會想說 老師這個亂碼問題怎麼解決 沒辦法解決啊 誰到底 他們可 應該理論上不太可能會坐下來談吧 我們商量一下 大家 就是達成共識 我們用統一的編碼 應該我覺得不太可能 而且最近 這個搜尋引擎大戰又要即將開始 因為現在搜尋引擎 最大的霸主就Google 現在有個關鍵字 你Google一下 意思是說你搜尋一下 意思是這樣 可是 未來可能會被改變 你GPT一下 GPT背後是誰呢 就是微軟 微軟已經被打趴在地上很久了 現在即將要 整個要捲土重來了 OK 那誰勝誰負 還 不可得知 因為從那個 微軟的新 新的執行長上任之後 發現真的有厲害 而且是個印度一的 薩提亞 OK 2015年上任之後 真的 整個把微軟整個翻 翻過來了 OK 所以未來 我講AI結合搜尋引擎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OK 不過這另當別論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資料 第一步 先把這個資料先下載好了 下載下來之後 把它打開 打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理論上應該長這樣 總共有五個欄位 你可以把欄寬 稍微把它自動調一下 這五個 那我把它Ctrl向下一下 看一下 整個資料大概 3525筆 它的資料是到什麼時候 到110年的12月19號 那大概只差個幾天 就到年底了 所以應該理論上 111年的資料 可能會少個幾筆 因為它後面好像從12月 12月 12月 還滿滿 它12月好像也有耶 所以理論上這個資料 我們假設它是完整的好了 不過好像103月可以扣掉 那我們如果想要知道 歷年的切到按鍵是增加還是減少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就是用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大概兩下就OK了 所以第一步 我們可能會先用簡單的方法 然後函數就可以解決了 然後用樞紐分析表 所以有分析圖 馬上就有答案了 那第二件事的話呢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寫成程式 我以後不用人工的 我要用那個 就是 VBA程式來寫 那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檔案先下載 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 好 那待會我會先把那個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這樣子 OK 因為大家應該第一次來這邊 所以可能要慢慢習慣一下 那這邊的那個操作環境 我剛剛看了一下我這邊電腦RAN是32G的 應該還滿快的 然後那個CPU好像是第五代的 應該也還夠用啦 理論上以我們這課程的需求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一樣每次上課我會切畫面 所以請各位就是先 那如果剛剛才到的同學 就是先把電腦打開好了 OK 那一樣啦 好如果你假設比較晚到 或者是說你可能 有些地方不太懂 回去自己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我剛剛有錄影下來